今天讲把谷歌商店的扩展添加到微软的Edge浏览器 现在我正在使用的是Notion的网页版 我要把它转成中文版的 可以使用一个插件 这个是提供汉华插件的网站 在这里可以看到它提供的浏览器插件 一个是谷歌的插件 一个是火湖的插件 但是没有Edge浏览器的插件 我们可以先打开Edge浏览器看一下 现在我这边把Edge浏览器更新到最新的版本 可以看到它浏览器是基于Chromium的开源项目的 它的内核现在用的是Chromium 再打开谷歌浏览器看一下 这里可以看到Chrome浏览器的内核 也是基于Chromium的开源项目 所以正常情况下面 就是在谷歌商店里面提供的这个插件 在Edge浏览器上面 大多数情况下也能使用 打开谷歌商店 这个就是我们需要使用的汉化扩展 添加至Chrome 这个扩展已经添加到Chrome浏览器 现在是使用的状态 我把这边页面刷新一下 现在看到左边这里就这个是汉化 就改成中文的了 接下来我们打开Edge浏览器看一下 打开Edge浏览器以后看到左边这里菜单了 现在这里全英文版的 点击这里右边扩展 过去 这个是微软的插件商店 我在这边搜索Notion NotionCN 它这里没有找到这个就是没有这个相同的插件 看一下中国版 这个是不同的插件 现在我们来尝试一下让它下载谷歌商店的插件 在Edge浏览器输入谷歌商店的网址 看到上面这里有一栏就是现在可以将这个扩展添加到Edge档 点击这里允许来自其他商店的扩展 这里点击允许 搜索 我们找到了同样的这个插件 还是点击添加至Chrome 它这里出来一个提示可以添加到Edge上面 添加扩展 扩展已经添加了 处于打开的状态 回到Notion 现在我把它刷新一下 这个插件已经起作用了 这个左边这个菜单栏先在这里 焊化都已经完成了 这个插件已经起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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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插件应该有没有